我們今天主題的話就是跟 提升工作效率有關的 那麼 我們想一下其實各位我們在電腦裡面 我相信各位 只有作業系統 你會發現裡面 就有很多 工具不能滿足你的要求對不對 好那當然這個 也許你可能要找付費的啦 一些商業軟體來用 事實上呢還是有很多免費軟體還不錯 那這些軟體呢有的需要安裝 有的不用安裝 那他們的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沒有廣告 純靠口碑 就是說你今天 比較多人用的 那或者說網路上 找一找有沒有人家用的心得比較好的 有推薦的 那我們就拿來用 那所以跟一般比較像微軟的啦 Adobe比較不一樣他不是那種 很大套的大多數的免費軟體通常都是比較 小巧 那比較針對某些特殊功能 然後去 就是去 做一些提升比較多 大套的當然也有 比如說像我們open office 不過講 給你open office 你 只會搖頭 這在我以前有寫過書啦 寫那個open office 的那個書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大家已經 被微軟 牽著走了 用習慣了 就是你的ovis 用習慣的時候你會 用別的ovis你就總覺得你想要跟他去做比較 那自然就 很多東西你會覺得 不上手 那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都是小套的 但是小套的集合起來 事實上 可以很多就可以幫助我們提升我們工作效率 讓你的 工作 更 容易一點 好當然內容部分要靠你 可是我們工具我們可以做加強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看一下 那右手邊這邊是我的聯絡電話跟 Email還有部落格 你待會兒我想過就是我們上課是有提供售後部落 我們這個禮拜三老師就有用過一次 那 重點就是我們其實可以互相交流 這樣大家就會 有更多東西可以分享 好 那麼呢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大概會介紹的幾個東西 第一個呢我們會介紹一些跟影像處有關的 好那再來呢我們會介紹跟 影音播放相關的因為這個 還是有機會用到 再來呢 檔案總管 還有剪貼附加強的 好然後呢 檢報技巧 好像我們禮拜二的時候就有稍微提到一些 提到一些那再來 雲端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先講雲端的因為畢竟現在雲端的應用很多嘛 所以你現在只要能夠上網 不管你是用 桌上型的 還是手機還是平板反正你只要能夠上網讓很多應用 尤其是手機的應用現在剛好很多 不過說真的 這個手機 可以的話 還是不要太常上網比較好 不然眼睛很快就壞掉 真的那個螢幕太小了 所以現在多了一個名詞 大家有沒有聽過 低景族 沒有聽過 走路低著頭 吃飯低著頭 等車閉著頭 現在大家都不講話 因為光看照片都看不完 有沒有 對不對 好 還有呢我們還會針對一下防毒軟體 那麼現在 原則上 你上網沒有防毒軟體都不行對不對 熱情手機要不要防毒軟體 也有吧 因為沒有的話也會動毒 所以這個 那再來有些輔助工具 有一些輔助工具 比如說你可能要 適度的休息一下 那我就 有找兩個 可以 提起你 時間到了 再來 很重要的現在大家檔案 不管你是照片檔也好 還是你的工作的檔案 還是你的學生 比如同學的作業 那這些檔案要不要備份 要 我們常常會發現說 大家沒有養成備份的良好習慣 尤其是同學 講說反正電腦重裝 重裝一下 更好重罐沒關係 但是 系統沒關係啊 重點是你的資料很重要 所以 怎麼樣做一些備份的 你可以 參考一下 那麼再來 但系統的護有關的 系統重裝雖然很快 但是重裝也要一點時間 更何況有很多軟體你要重新安裝 麻煩 所以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可以做一些備份 那我萬一這時候不行了 我就把它復原回去 好 回溯回去就可以 那麼另外當然 有一些Windows常用的快速鍵 好我們禮拜也有分享過 那 有一些同學可能是今天 來的 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 那在網路上的 網路的部分的話 像 永章的救援 還有什麼 IE以外的瀏覽器 像那個Google的 還是這個火湖 都是值得你用的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今天會用到的 好 好 感谢观看